你没让我下过厨房 什么坏尿布啊 包括孩子吸的第一口奶 还是你吸的 你说你不是个好父亲 天底下 有这样的坏父亲吗 你跟我讲过 前半生我过得太苦了 你要给我幸福 也要让我一生的每一天都是笑的 在别人眼里面 你特别地不找掉 在我眼里就是快乐 我知道 你看这外面放的 无好家庭也好 先进工作者也好 钱子 没有你 没有你操持这个家照顾女儿 我还算什么先进工作者呀 这个奖杯应该是给你的 不是给我的 我停止有愧 我没有为这个家付诸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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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一直以为 我一直以为我做得很好 我一直以为 我可以帮助那么多的人 扶老挨幼 可是 我连一个好妻子 好母亲都做不好 这样呢 我不是为了让你挣钱 我爱你 我希望你 能够去实现你人生的价值 哪怕你撞了南墙 哪怕你不挣钱 在幸福里 有我和女儿 有一个最幸福的家在等着你 你挣不挣钱 在我和女儿眼里面 你都是最好的爸爸 你听我说 听我说 我什么事都没有 你不用劝我 我是谁呀 我睡一觉 第二天起来 什么事都没有 睡吧 不用劝我 今天晚上 不让你睡觉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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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儿 我走了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不是我不想告诉你 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六年了 我说了太多的话 但是一个男人 不能光恋嘴皮子 一点实的都不给老婆孩子 是不行的 我舍不得小院 舍不得咱家 舍不得你和夏天 但是我要再这么待下去 我舍不得的东西和人 都得丢了 文儿 这一次我离开北京 我不敢住点名堂来 是绝不会回去见你们的 因为尊严不是别人给的 而是自己正回来的 我已经开始想你了 想了你的夏天 这是新年keln的 沿南 都没有production 有机会 家伍 无论 观众 他 又能不能再碰 我 那你 爸爸 爸爸 好 好 了姐 了姐 有我电话吗 我说玩儿啊 这一天你都问我八百回了 放心啊 有电话我一定告诉你 一定告诉我 一定一定 你怎么还没走啊 有电话我会叫你的 我知道了 喂 喂 老张呢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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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这都几天了 这夏天天天都在找你 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不是给你留了封信吗 我要是不这样的话 我自己都走不了 我都过不了心里这关 上了火车我都跟丢了魂似的 你说都六年了 我离开过家了 我后悔了你回来吧 我干嘛非听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呀 我干嘛同意你走啊 你说好好的一家人 在一起但是多开心呀 我干嘛非要让你去那么远的地方 那到夏天 那都不适应了 天天跟我叫爸爸 你说我怎么跟他解释呀 喂 喂 喂喂 明日我就买票回去啊 然后你也别上班了 带着孩子去火车站接我 你住下了吗 放心吧 这公司同事 过一会儿就来接我了 强子 我看到你的信 我心里头更难受了 我不应该统一让你走 你在那边好不好啊 你也没去过南方 水土不服什么的 你好好照顾你自己 你走了 这家里头我都不知道怎么弄了 得亏这两天爸妈 他们带着夏天 我以前不知道 你怎么把这个孩子养大的 这小孩怎么那么多事啊 这爸妈年龄也大了 得照顾夏天还得照顾我妈 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他们 你说走就走了 夏天根本不适应 卷恋酷着汗水想爸爸 你让我怎么弄啊 强子你挺混蛋的 你把我们丢下 把这一家人都丢下 你自己去消砸了 我再次郑重地道歉 行吗 强子你钱带够了吗 你带没带钱啊 带什么钱啊 明儿我就挣钱了 你是想让我往家寄点港币呢 还是寄点尾刀啊 算 算 算 咱就寄人民币吧 人民币坚挺 华儿 该出车了 带来了 简子 我这两天都没新工作了 你在那边好好照顾自己 我马上就要发车了 我不能跟你说了 晚上我跟夏天等你电话 八点半啊 你记得给我们打电话 你自己好好保重 多喝水啊 南方潮市你多保重 多长时间快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建筑的生长逛一逛 给你们一赏 新衣裳穿上 大爷 我想问一下您这是 飞燕环球贸易公司的宿舍吗 您是北京来的立强吧 是 是我 您是 那是飞燕环球贸易公司的 贯宿舍的附贴人 我姓姚 您好姚大爷 好好好 以后去撒死里交个闹窑就行了 看 这儿朱的人啊 不一定全是这个杨纵拱死的人 而且你看 这是拱上大拱的朱的 这是我拱地上临死拱 沈镇这地方 这朱的人咋啊 您知道吧 到时候你可得 小心这三尺寿 你第一次来沈镇吧 我跟你说 那你第一次来你可着火不 这折起来不得料 我给你打个岔啊 这这真的是 杨总公司的宿舍吗 那这还有仨价嘛 对不对 我就 就就就住在这儿啊 小伙子 你看 那个上面某东西 你都放上面猪 某一段的问题 你知道吧 我在这地方还开了个消卖部 放边边提酒啥都用啊 我跟你说火鞋 你 你要啥来啥 我就到您那儿打电话就行 我跟你说 这人把钱都编成花了 你来你来 抹瘦了啊 随时来打啊 那不多手一毛钱啊 春天来流 下注 我来不认啊 你就是 我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欠那么多钱回去他们肯定要弄死我了 你想我死手 滚 五块四毛吧 钱 钱 钱 你肥打电话你是 走了 爸爸来了 喂 娃儿 是我 老公啊 你跟夏天在一块吗 在一起呢 我们俩在一块呢 跟爸爸说话 爸爸 我想你了 宝贝 你想我了 你哪儿想我了 我哪儿都想爸爸 哪儿都想 回头放假了 你跟妈妈一起来看爸爸好不好 真的吗 爸爸带你去看大海 带你去吃你没吃过的水果好不好 妈妈 我什么时候可以去 回头妈带你去啊 喂 你住下了吗 那边条件怎么样啊 住下了 我这条件挺好的 单家 还 还能洗澡呢 你 你再好啊 那也是一个人到外地去了 语言你也听不懂 我们遇到什么事啊 千万记得啊 别往心里面去啊 对了 你吃饭了吗 我吃了 老板请客 吃海煎 那就行 老板对你还挺好的 你这是什么电话呀 是你房间的电话吗 这 这 这就是我房间电话 那我记下来了 你房间怎么那么吵啊 我这屋里有电视啊 你放心 我们这老板人啊 人还真挺不错的 能跟人家多学一点就是 量分五十九妙 您这儿替我省钱呢 我不是帮你省钱呢 我差点跑了 你看屋女的刚刚都欠过五块四毛把 连她的带我的一块儿 够了吧 大爷 咱这个环球贸易公司 公司到底在哪儿上门啊 短奏 又个红楼 四层四零二十 就是杨仲的办公室 咱公司一共多少人啊 十几个人 十几个人 十几个人也叫环球贸易公司 这你怎么不动呢 我跟你说啊 杨仲舍来 公司不一样韩人啊 带你给我来两包烟吧 什么烟好抽啊 咱这饿死应该褚红打散 二十够吗 够了够了 姚大爷 啊 求您个事呗 没事 以后每天晚上八点啊 我媳妇会往这个电话上 给我拨个电话 您要是方便 到里面喊我一嗓子行吗 哎呀 你可饿一点啊 哎呀 我也不受晕 您留着 哎呀 你可这 摸摸摸摸摸 哦 爸 哎 起来了 我一早看见夏天无聊 在你屋吗 在在在 老金正管着他呢 哦 待会儿老金啊 送他去幼儿园 你赶紧吃吧 吃完了好上班去 你家怎么洗这么早啊 啊 我得赶紧啊 我跟你 动排骨可香了 中午待的 你不是也要上班啊 我这近呢 出门一拐弯 就到了局委会了 你舅舅啊 我让他给你妈买早点去了 就平时他爱吃的那几样 我说都买一点 反正都安排好了 我走了妈 我来不及了 别别别 你拿着中午这饭 炖排骨 又炖排骨了 待会儿 拿个馒头 拿个馒头再走 这儿还有煎鸡蛋呢 孩子 玩啊 拿个馒头 辛苦了吗 辛苦什么呀 客气什么呀 一家人女还跟我客气啊 糊了糊了 拿个馒头 拿馒头 加个鸡蛋 鸡蛋都糊了 鸡蛋 拿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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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 麻烦您 找谁啊 没事 新来的吧 叫什么名字 告诉您也没用 帮我洗个抹布 在深圳啊 得眼睛里有活 这在我们北京啊 您知道叫什么呢 叫眼力见 我呀 是你们杨总的朋友 介绍过来的 这朋友呢 是我发想的 原来跟着我混的一小弟 现在来深圳呢 混得风生水起了 非得把我交到朋友了 不愿意来 就来了嘛 在深圳光有关系不行啊 得有能力 你什么学历啊 肯定比您高啊 你见过这公司杨总吗 钱的钱都一样 我跟您说啊 我这人啊 到哪儿都是一把好手 你听说了吗 这一家公司杨总啊 脾气特别差 你看看他们 这今天啊 还不算忙的呢 平时天天加班到半夜 天天挨嘛 这公司你也敢来 这有什么不敢来的呀 他平时对这些员工 要五贺六的啊 他要是对我说 稍微声音大一点 我都让他知道 什么叫北京小爷 但凡有一天 他要对您这样 您搞 分分钟搞定 谢谢你啊 不擦下椅子 您这干半天了行啊 他差不多得了 在深圳啊 不仅得眼里有活 还得样样细致 您坐这椅子就不合适了 怎么不合适啊 瞧您这面价哎 眉虽浓 但眉风烧散 一定是个苦出身 你看 果然苦出身 而且五行缺金 容易欠债 还有感情债 千万别早结婚 必有一劫 您看看 是不是还我做这颜色 比较合适 挺像个经历的 你看的这个我也会看 要不我给你看看 来来来 我看看啊 你呢 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我这是刚才 不都告诉你了吗 家住在西城区幸福里 可没看出来过的幸福啊 你姓李 明强用北京话说 话太密 言多必诗 容易祸从口出 进来 远中我们刚亲过去 您经理等我一下 你好 我是杨飞燕 对 好 林经理 这是咱们的新同事 北京来的 叫李强 我是这样想 试用期一个月 然后再定薪酬 好啊 李强 你有一件事说得不对 我杨飞燕绝不欠债 是是是 是忙吧 杨总 谢谢啊 你有气的 来了 站长 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的 坐吧 干着个艾俊似的 说吧 怎么回事啊 你以前可从来不知道啊 这回真的是我的错 这两天呀 太累了 孩子早上醒了我都没听着 早上起来啊 是他爷爷奶奶给送上学的 理解 都是从上有老下有小过来的 就你们这个年纪 是最累的时候 可谁让你是先进呢 先进就是客服 别人客服不了的困难 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的 那都得有坚强的意志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先进 那会儿单位里搞平比比赛 我和我那位还是双职工 孩子才两岁 放在家里没人管 怎么办啊 我给带到单位了 放在穿搭室了 又把他跑丢了 我就把那凳子扣过来 给他绑在凳子腿上 我这边考核啊 等回来了 那孩子怕凳子上都睡着了 我这心里呀 真不失滋味 可那能怎么样啊 那还不是一天一天地就熬过来了 主要之前孩子都是他爸爸给看着 他爸爸上深圳工作去了 所以一下子我就忙不过来了 他爸去深圳工作吧 理解 可咱们既然是新时代的新女性 那就得生活工作两手抓 对 站长 我一定下不为力 行了 工作去吧 好 你们轻点放一下 一会儿打烂了你们会赔的 知道吗 俊子 你拿着这里的货号单收下来 然后拿着对照单 还有这股恶业去打电话问价 所有我们公司有代理能力的产品 你都要问到底的 知不知 然后呢 你一定要保证呢 手头上面呢 有我们公司 至少三家供应商的比价 行吗 您能说普通话吗 不好意思 我不是说普通话的 广埔也行啊 大姐 你叫谁大姐啊 我有这么老吗 你叫谁大姐 您这不是会吗 好 亮仔 我再跟你说一遍 好好好 你好好记啊 我记 你把这里这些货号记下来 记下来 然后拿着对照单和这本黄业 黄业 去打电话问价 问价 所有呢 我们公司有代理能力的商品 比价呢 比价 你要问到 你要保证呢 我们手头上 至少有三家供应商的比价 记不记啊 记了 但是我们公司代理什么 那什么挣钱代理什么了 什么挣钱代理什么 我怎么记下来 你们爷爷抄底下来咯 一样样抄底咯 抄货号是吧 明白了 抄货号 小姐 你叫谁小姐啊 你妈人是不是啊 你叫谁小姐 林经理 我错了 你叫谁小姐 我错了 林经理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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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的 你有没有写过采购单 你有没有写过采购单 我会 好 我都会 你有没有写过采购单 你这些什么都不知道 你干什么啊 你来我们这里干什么 我们这里不养闲人的 是 我知道了 林经理 我啊 跟杜杨总死脸了 你刚才都是我们俩 一起打下来的 太厉害了 林经理 在咱们公司 工作经验 就证明了自己的工作的价值 杨总带着您十年 您肯定有特别多工作经验 像我这样的人 能跟着您学习 那绝对是 又能学习到工作经验 又能证明自己的工作价值 您说是不是 你说得特别对 但是有一点好 我要跟分了一下 杨总是跟助我出来的 除了这个身高 现在不太清楚以外 其他都是一致的 嗯 那边 好 信息 照片 还有这个 四周和十二周的 你选一个吧 十二周 这是这个 请您给的 好 是 一到处 月的 不有抢 有时候 绝绝 要吃 你可以这些 好 我 你吃的 我吃的是 平衣 应该 你吃的 对 行 现在 我吃的 你吃的 还吃的 因为你吃的 你要吃的 怎么样啊 你千万别中暑了 我跟你系点药去吧 货香正气啊 把蓝根什么的 不用 我身体倍儿棒 公司有空调 热不着 我们办公室可宽敞 中午公司管饭 隔三差五的 老板还请客呢 同事处得都挺好 家里好吗 把你累坏了吧 童谣 冲阴 逃顶 团子 柔情 冲队 盆 盆 格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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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姨 别瞎说 美中 你咋才回来呢 你怎么知道 我是小姨 我们家墙上有你的照片 梅华 你咋回来了 我姐呢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你怎么还没有回家呀 不是等你的吗 想跟你聊几句 来 你快坐 你坐你坐好工作室 我跟你说呀 姐 你老这么躲的不是个办法 你要是心里面有什么不痛夸你 还是要跟姐夫说出来 他不是个不懂道理的人 他肯定会改的 改 他一直改着呢 自从我们结婚以来啊 我都不怕你笑话呀 就为了让他养成睡觉之前 洗脸刷牙 洗脚洗袜子 我就捞到两年 成人夜校刚开那会儿 我给他报了个班 想说你也去充充店 提高提高文化水平 人家跟我说什么呀 在单位把大象伺候好 在家把我伺候好 每个月工资奖金全上交 就算完成任务 我就跟他说呀 咱们过日子吧 那不能像养大象 你做好吃喝拉撒睡就完了 咱们是人哪 是人就得有追求有理想 咱得干点有意义的事 就算你能力有限 你也得有点上进心 就算你没上进心 你也得培养孩子有上进心吧 退一万步说 你也不想培养孩子 那你也别拦着我培养孩子呀 你都不知道 那跟一个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的 我这丈夫过日子有多难 我这难啊 还没法跟人说 外人看来 李大胜 不抽烟 不喝酒 没资方钱还疼儿子 我要是再有意见 就是我不知足 我觉得不是你不知足 是你们俩谁也不懂谁 你这说对了 你看啊 美中介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呀 柴米油盐工资多少 这些是基本的 但你不能光是这个 对了 你心里头呀 得看着对方的好 即便看着不好的东西 你也不能往心里头去 你说两个不认识的人 在一起结婚生了小孩 他性格呀 生活习惯呀 各个方面它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们俩口子 过日子的心底是一样的 你不能说一个想往男 一个想往北 论谁对谁错 谁都没对 谁也没错 他就是拧不了 你得把它顺过来 像你跟强子似的 那么好哪儿那么容易啊 我跟强子是看起来好 但是暗自拧吧 什么意思啊 你跟强子我看 连架都没吵过呀 怎么 他身上也有 你看不惯的地方 太多了 这两口子在一块 哪有不吵架 不伴随的呀 这些都很正常 以前吧 我就老说他 天天没有伤进心 得得得得得得 话那么多 觉得这做得也不好 那做得也不到位 对 人家呢就在那儿笑 呵呵呵呵 试试试 一万个错 进去不开 要不然就跟他 闺女一起转英文 我就觉得 是不是跟我较劲呢 那你知道我没问题 这次他去了深圳啊 我才知道 原来强子他这么地好 你说他一个大男人 家里头又老的又是小的 柴米油盐 一日三餐 吃饭睡觉 我都不知道他这几年 是怎么过来的 从来没有跟我发过 任何疑惧的原言 可那人呀 在一起太久了 就不会觉得 对方身上的好 分开了才知道 那个人对自己 有多么地重要 那老话不是说了吗 小别胜新婚 我觉得你们俩就在一起 时间太久了 没分开过 那这姐夫也是 天天白天就是那些动物 晚上就是你的孩子 也没什么机会出差 要不你找个机会 去看看美华吧 出国哪那么容易啊 是是 没准回来了 你们俩人就是新婚吧 姐 老翠 上我们给铁包啊 十闷 十闷 你这么年熟啊 谁呀非得这点打电话 李海冰狗啊 听不懂 同志 我找李强 你也死李强散的 我是他爱人 他在吗 我也是你爱人 李强 本来长途电话费就贵 你就逗我是吧 佳元好吗 挺好的 就是我妈呀 今天又闹我来着 非跟我说看见滑子了 说滑子进湖洞口了 怎么办呀 没有你在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弄他 我在深圳也登了许人骑士 许人骑士挺贵的 你别光给滑子登了 然后自己不舍地吃饭 我现在真的觉得肚子如年 觉得好久都没见到你了 我想你了 你想不想我呀 春天来了 把你手拉上 烂酒的商场光子光 我给你梅子上 星子上穿上 星宝贝临上 电影院转子躺 就电王子上 夏天 雷流 石榴花开流 公园里面 老子老 我们次着想 一摸紧的商 把红嘴穿划上 把红嘴穿划上 划裤子你穿上 你别老看着我呀 说说吧 你和李大圣 你先别说我 你先说清楚你自己 出什么事了 我挺好的 那你怎么一声不空 就回来了 等以后再说我的事吧 现在 说说你 这么多年了 你们俩怎么还分着睡呢 凑合过呗 凑合一天是一天吧 两口都过久了都这样 姐 你变了 能不变吗 变老了 不是变老了 是变得没有新气了 以前 你对工作 对生活 对自己 我特有要求 你怎么现在 对任何事情都 都好像没有热情了 你这是怎么了 这次回来 我看到李大圣没变 我一点都不意外 可是我看到理想 被教育成这个样子 我是万万没想到 姐 你可是人民教师 你当初教育 我都教育得那么严格 你怎么可能 教育不好自己的亲儿子 谢谢大家